刚刚其实才满45周年 南韩为了记取教训 是针对这样子的一个事件 再做了这种类似军事的一个演习 似乎是要提醒这个北朝鲜 如果想要再一次来渗透到青瓦台 那是没可能的事 先看这一则报道 行刺蒲振熹在距离青瓦台 只有300公尺处与南韩军警爆发激烈枪战 北韩刺客而9人死 1人被俘还有1人逃回北韩 南韩也有近百人死伤 这起震撼国际的青瓦台事件 让南韩对北韩的戒心始终难除 眼看南韩就要换上女主当家 将在下月就职的蒲警惠 先是在月初会见 中国副外交部长张志军 还派遣特使防北京 拜马驼艺位十足 南韩关系中韩关系 在蒲警惠上台后会走向何处 牵动着东北洋的局势 刚刚镜头上看到了 这个45年前的青瓦台事件 当时要被刺杀的 这个南韩总统蒲振熹 你说真的是巧合吗 现在的南韩总统 就是他的女儿蒲警惠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一定要来这个演习一下呢 我们看看南韩跟北朝鲜 其实我想看这个地理地图 他们这连在一起 还有一个这个分界线 叫做这个北纬38度线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事件 到底有多么样的劲爆 瑞德哥 对这个1968年的1月21号 这个青瓦台事件 雄渭你知道吗 差一点点就成功 差一点 差多少 差了800公尺 一个转角就成功了 一个转角就到了 这个转角让他们转进去了 可能蒲正熙就真的被他刺杀死亡了 这个1968年的时候 这个1月21号 他们之前事实上经过了 大概快要接近8天 这个赶死队总共有31名 就是类似我们的特战部队 这是特种部队 31名紧急召回了以后 赋予你们一个神圣而荣誉的任务 这真的很神圣 对 因为不会活着回来 因为你自杀了普正熙南韩的总统 你怎么可能活着回来 你现场不是被杀就是被逮 那他们的第一要务就是 不能留活口 我宁可自杀 我都不可以被俘虏 所以这31个人 给你一个神圣而荣誉的任务 但是你有去无回 所以你等于就是神风特工队就对了 经过8天的集训 8天的集训以后 他们全部穿着 事先穿着仿效至南韩的 他们的野战军的军府 全部都一样 然后就渗透 那他们要渗透的时候 其实当年 南韩对北韩那个边界 对不对 其实是很严密的 就算是假日也是很严密 那他们发现一件事情 不是美军有驻扎在这个韩国南韩吗 美军美逢放假的时候比较松懈 因为美国大兵 还是可以算到弱点 没错 他们就选择 不从南韩的军队这边的铁丝网 而从美军这边 从美国这边 住房这边 对不对 然后半夜的时候摸进去 摸进去以后用那个 那个尤牙剪掉以后 溜进来 就溜进来 31个人都没有被发现 这么多人 都没有被发现 因为他们穿着是南韩的野战军 对不对 就沿路这样摸过来 这时候他们已经靠近了青瓦台 青瓦台就是南韩的总统府 所以他们已经靠近 距离只剩下800公尺 他们在那边停下来 等 他们在等时机到 对不对 所以当时的一个拍书所的 姓吹的主管 刚好下班 下班前他刚好看过这个 秘密的公文 他下班的时候开吉普车 那时候是开吉普车 经过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件不对的事情 因为就在青瓦台的附近 南韩的部队是不可以随便移防的 他们的备章 他们的备章象征他们是什么部队 什么部队就必须驻扎在什么地方 在北纬38度 那你必须要用什么部队的备章 那你进到首都来 你是什么样的部队才能进来 都有 这一位崔姓的主管之前刚好当过野战军的军官 所以有经验 所以他知道 他一看就 这个备章的部队 不可以到汉城这个首都来 尤其是在青瓦台的旁边 是不可以来的 然后他就警觉性 他把车停下来一看 全身上下只有一个地方不对 哪里不对 因为你要知道 北韩其实跟南韩长相差不多 对啊都一样 语言也可以通 只有一个地方不对 凡是用美军 我们那个大皮鞋 有没有 我们军用的那种大皮鞋 防水不透气那种 被抓包了 他们穿着的是黑色的胶鞋 朝鲜人民解放军 穿着的是黑色的胶鞋 哪含没有人穿这样的胶鞋 所以因为这样子 这个崔姓的这个派手主管 觉得可疑 那他很有警觉性 他一方面已经觉得可疑了 然后先把锁枪拿起来 而且靠近就是请问一下说 你们请问一下你们是 哪里的部队 然后要到哪里去 他只问这样一句话而已 领队 那个朝鲜的这个赶死队 队长不是话太多 就是太紧张 他一紧张想说 被发现 被发现了 枪拿起来 就开枪了 崔姓主管当场就殉职 一殉职以后 后面停了两部的公车 刚好停有人下来 这时候队长一紧张 远兵来了你知道吗 然后就对着开枪 把手榴弹往那个公车上面丢 所以造成很重大的伤亡 总共有四辆的 这个四辆大型的巴士被炸毁 那还有其他的 那现场就乱成一团 对不对 那就警察就通报 团团围住这样 现场警匪枪战 然后包括要去救人的那些 也发难了 打了以后 打了以后 总共31个人 打死了28个人 31个人 28个人击毙 一个人被俘 还有两位 两位就逃到边界 逃到边界的时候 这时候边界已经开始重兵危机了 其中一位姓普的 普的 这时候手榴弹拿起来 一丢 人家就开枪 开枪以后打中了腹部 打中到多严重呢 肠子流出来 他怎么做你知道吗 他们这个特战部队 我讲坦白真的是很强悍 为什么 他自己本身已经受伤了 腸子都流出来了 塞回去 压着 冲回去 从此以后 他成为北韩的民族英雄 所以这次的事情 叫做青瓦台事件 如果那时候 不是因为吹姓的拍出主管 发现 而且殉职 然后他们只要转一个脚 过去 马上有可能会经过 因为手上 身上带很多的炸弹 还有后来追查 因为小龙姓金的 他身上最查 你们是怎么知道 青瓦台的事件 他们身上当然有带有地图之类的 他们说很简单 摸进南海以后 有指标 有地图 路标指标 往青瓦台 进来走就对了 对对对 然后到南海 随便买一个地图上面 都有青瓦台 为了这个事情 南海在那几点里面 把所有的地图 全部回收 把青瓦台全部涂掉 所以南海的地图上面 没有青瓦台 然后青瓦台附近的路标 全部砍掉 在青瓦台的附近 全部没有路标